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催促我们启程 看样子比吕速还要着急 古墨是人老了 担心自己身体支撑不住 想快点到达目的地 既然老年人都歇够了 我们自然不会再多耽误 于是继续下山 这段山路过于陡峭 行走起来速度很慢 一路上走走停停 一直到下午才走到底 下到山底 由于进入丛林里面 视线被遮蔽 因而之前在高处 可以望见的怒江 已经从眼前消失掉了 由于接近水源 这里林木十分的茂密 再加上常年没有人进 林间隔慢藤花 拾起笼罩 不多时 便觉得头发都是湿润的 吕速说 博书上记载的内容 俊儿王墨所在之地 为水龙第三弯 也就是顺着怒江而上的 第三个弯口处 只要到了地方 那行人一眼便能看出端倪 因为那地方有仙人指路 这个仙人指路究竟是指什么 上面则没有详细描述了 我们只有到了地方才能知道 当即众人便走到江边 紧接着顺江流而上 江岸边堆积着自山顶滑落的山石 千奇百怪 有小如鸡蛋 有大如巨像 假之常年受到江边水汽的侵蚀 时尚青苔累累 人走上去 稍不注意便会打滑 还真是一件体力坏了 没多久 白斩机又不行了 李胖子在一块石头上 垫了一件衣服 扶着白斩机坐下 黑子坐着肩膀说 老爷子这样太折腾了 这次我们也不赶时间 再加上这会儿正是饭点 众人便捡了处 稍微干净些的地方 坐下吃喝 时不时有潮虫 便爬到人的身上 我们正吃到一半 只知天宫不作美 平地里飘来一片黑云 笼罩住山谷 眼瞅着摇下大雨 冯鬼手说 得赶紧扎个帐篷 看来今天是走不了了 好在扎帐篷也不费事 我们都是经常在野外露宿的 十来分钟便搞定 各自坐进帐篷里 没多久便是一阵大雨 倾盆而下 我和冯鬼手 以及黑子在一个帐篷里 吕宿以及白斩机李胖子 在一个帐篷里 也不知在商量些什么 我也懒得去研究这些 吃着没吃完的压缩饼干 躺在帐篷里闭目养神 看这雨势 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 再加上现在是下午 即便停了雨 估计也快入夜了 这地方入夜之后 根本不能行走 也就是说 最快也只能是明天 再启程了 我躺着躺着便迷迷糊糊地睡了 整场雨稀稀利利下了三个多小时才停 等雨停时都已经是太阳落山了 四下里一片油黑 外间已经升起一团篝火 大部分是固体燃料 旁边有一些湿润的柴火 暂时先放在一边 黑子估计是想表现表现 说去给我们捉鱼吃 我看了看不远处的怒江水 就说 这水是大 这么黑了 就别折腾了 黑子说没事 他家从小就打鱼的 弄一条鱼从洗到包 要不了二十分钟 我们等着就是了 说着便到了江边 从兜里掏出随身携带的鱼钩鱼线 摸了一些潮虫 便开始钓鱼了 吕肃微笑说 是个好孩子 我看了他一眼就说 既然是个好孩子 你还这么坑人家做什么 吕肃依旧面带笑容 看着不远处钓鱼的黑子 就说 我愿意带他 他愿意冒险求财 怎么能叫坑人呢 你带这样一个人下斗 不是送死是干什么 你的事情我管不了 但基本的良心不要丢了 白斩鸡怪笑说 醒晨的 你这话的意思是 你比我们有良心 这话倒是把我掖住了 一时间我被呛得出不了声 心说这就叫自作自受 罢了罢了 都是成年人 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黑子自己选择的 我能管多少 这么一想 我不再多言 虚语 黑子弄上来三条鱼 细胞干净架在火上烤着 这鱼肥美鲜嫩 没什么兴奋 烤熟之后 四带一股油腻细腻的肉香 不多时 被我们几个大老爷们 就解决干净了 众人吃饱喝足 安排首夜各自睡觉 我和逢鬼手手上半夜 无聊之际 我摸出手机 还有一半点了 信号已经没有了 里面有些自带的小游戏 我摸出来玩 逢鬼手自顾自地抽烟 横着一些阴阳怪调的歌 黑夜中 只听林间速速的 都是树叶的响动 我这个人玩游戏 还是比较厉害的 简单点说 就是智商问题 眼瞅一局 剩一局 就要通关 逢鬼手忽然 将我手一按 字耳倾听 你听 什么声音 黑暗中 隐隐约约 有一阵拍打水的声音 似乎是从 怒江那边传来的 只是 这会儿隔着江边 有一段距离 天色又黑 也看不分明 北风鬼手 这么一提醒 仔细一听 那种拍打水声 越来越大 仿佛有很多鱼一般 我心中惊奇 也懒得去拿手电筒 打开了手机的 手电筒功能 我去看看 紧接着 便朝江边走去 来到江边 我才猛然发现 水面上 不知为何 竟有无数的 大鱼越水而出 又一个一个 跌入水中 拍得江面 啪啪作响 景象畏畏壮观 我只听说 但凡有鱼出水的情况 就是大灾来临的前兆 难不成 是要递真了吗 这不可能吧 我们的运气 应该没这么背吧 正思索间 忽然 我猛然 我猛然瞅见江中央 仿佛有一团黑影 那黑影所到之处 周围的鱼群顿时就消失了 那黑影是什么东西 莫非是什么大鱼吗 正观察着 我就忽然发现 黑影竟一路朝这岸边游了过来 这让我有些警惕 于是不敢离江面太近 但未等我退远 那水中的黑影 竟然猛然冲上岸来 露出半个硕大脑袋 我不由得一惊 是鳄鱼 这怒江里没听过有鳄鱼 莫非是我孤陋寡闻了吗 那鳄鱼探出半个脑袋 两侧眼珠子往前一转 直勾勾叮住了我 我心知 鳄鱼的移动速度是很快的 在地面上快 在水里更快 人肯定是跑不过 于是我没着急逃跑 而是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其实鳄鱼也是近视眼 越是跑越少遭殃 其实生物都是有偷袭性的 比如猫科洞 它们的捕猎习惯 就是偷袭猎物 而如果猎物在它偷袭之时 反而凶恶地朝下冲过去 它们反而会被吓得后退 所以一些野外探险的专家 给人们的建议是 如果你遇到猎豹等动物 身上没有武器 有没有汽车逃跑时 千万不要试图用双脚 去和猎豹赛跑 这个时候舍命一搏 抄起石头目光 嘶吼大叫 朝它们冲过去 往往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这只是一种 暂时喝退对方的方法 一旦它们反应过来 你没有爪子和尖牙的时候 便又会重新地发动攻击 这种方法究竟能不能活命 就只能看个人造化了 此刻这只忽然从江水中 冒出的鳄鱼 让我有些错 心中扑通跳了一下 我没带枪 唯一的武器就是随身携带着匕首和飞刀 我手弯一头将飞刀捏在手里 心想如果它攻击 就用这只飞刀射下它的眼睛 但是这只鳄鱼显然对人没有兴趣 身体爬上岸之后 便一路缓缓往下游 脚扑发出噗哒噗哒的声音 片刻间便消失在黑暗中了 而这时 水中的鱼依旧拍打着水面 我心说 难道是江里有什么东西 使得里面的鱼和鳄鱼 都想逃离水中 不等我看明白 冯鬼手打着手电筒走到江边 他看了片刻 显得很有经验 就说 可能是地泄 地泄是传统的说法 这地泄因为某些原因发生渗漏或者改变而引起的一些征兆 寻常的地泄其实较为常见 但如果地泄达到一定强度 就如同我之前所说的那样 会迎来一些大的地质灾害 但眼前的地泄情况不算严重 只不过会在这一段流域中造成大面积的鱼群死亡 一些水里两栖类动物也会爬上岸来 正说着 我忽然看到水底之中闪过两道绿光 似乎是什么发光体在游动 没等我看清 那绿光便消失了 紧接着 从水中忽然爬出一个大家伙 我和冯鬼兽一剑 不由其一刷刷倒抽一口凉气 因为那是一只 足足有人大的大龟 行动迟缓 脑袋墨虑 最主要的是 他的脸 不似寻常的鬼脸 阴勾鼻子 咧起的嘴 还有眼睛上两套酷似眉毛的皱纹 组合在一起 竟然像是一张苍老的绿色人脸 逢鬼守后退了一步 妈的 这该不会是要成亲了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守扎 下集更精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